好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公布的本土案例 台北市還是有9個 這顯然 我們把它壓到10個以下 現在再往下降 都相當困難 那當然如果以每個禮拜來看的話 這個很清楚的 因為這個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是用發病制 所以比那個 確診日又比發病制 大概有時候慢兩天左右 因為不是一般人馬上發病 馬上去做PCR 然後等到確診再到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又要拖一到兩天 所以一般這個會 我們這個計算的時間 會比那個 要早差不多4天左右 不過看起來大概整個現象是這樣 本來萬華相當多 現在萬華那個大概差不多解決掉 所以萬華在現在已經 已經不是所謂的熱區 可是它很均勻的 分散到各個社區 我們來看看喔 昨天我們在7個 醫院的篩檢站 你知道嗎 做了848例 可是0 這表示什麼 這些case事實上在 在社區它量也很低 那我們來看看喔 這9例到底從哪裡來的 答案是相當分散 1 2 3 6個 6個行政區 每個行政區 有1個有2個有3個 所以表示說這個 病例現在是量相當 那個密度相當低 可是它很均勻的散佈在台北市各個角落 所以這變成到最終階段 要清不太容易 那今天公布的這9例 我們看看喔 其中有4例是在居家隔離期間 發病被撈出來 所以表示說 他們有接觸確診者 然後很快就被我們圈住了 你知道嗎 然後在這個隔離當中 因為發病被找出來 所以這有4例 有2例是加護感染 還有2例還是感染源不明 所以對公衛來講你知道嗎 最擔心的是什麼 但還有例在目前在疫調 所以今天還是公布了確診案裡面 還是有2例 它的感染源不明 那我們目前整個台北市的 不明感染源 大概已經把它壓到 1到2個 但是這不明感染源 就是我們目前在公共衛生上面 最頭痛的地方 因為它不曉得誰感染它 所以我們昨天在講說 以後如果有確診者 你就立刻通知你的單位主管 然後就啟動那個 不管疫調啦 封鎖啦 隔離這些 可以馬上做 因為如果一般 如果還要在 經過這個什麼中央 這種疫調中心 在上傳這樣 這樣大概有時候慢一兩天 每一個確診者 如果在他被隔離之前 你知道 他已經傳染一個人 那這樣永遠這個疫情就不會結束 永遠就是 比方說10個就永遠 因為他在被隔離之前又傳染一個 所以在被隔離之前 他傳染人數要少於一個 這樣才有機會讓這個傳染人數 確診者的人數越來越少才會斷掉 所以這是 目前大概最重要的是要比速度 就是說每一個確診者 在他被隔離之前 他不會再傳染一個以上的人 不然這個 這個疾病就很難解決 所以目前我們現在發現 大概每一個確診者 在被隔離之前還傳染快一個人 大概就一個人 所以變成 永遠就是九個 九個這樣 因為這樣你知道 我們現在為止 雖然這個 確診者的人數已經縮小了 但是我們還是不太敢減少 我們匡列的人數 所以這種居家隔離的人數 還是維持一定的數目 那麼前幾天有人在講 那公測的問題 到底公測有沒有可能污染 我們自己檢討一遍 大概有幾個想法 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我們 我們在針對台北市的下水道 污水下水道 好像做了36次 不同的地方去檢測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地方去做 其中有三次是有 找到那個病毒的RNA 所以表示說感染者你知道 他這些濾過性病毒 會在混變裡面 會存活 所以 事實上我們在研究 一般我們沖馬桶的時候 一按下去 其實那我看不到噴霧會上來 所以有個概念你知道 在這段時間 使用廁所你知道 應該是馬桶蓋先蓋上去 才沖水 這樣才可以減少那個 含有病毒的氣溶膠顆粒 污染那個空間 當然有人講說 那可能是很多公共廁所 他也不是抽水馬桶 他也不是那種做事的馬桶 那根本就是 敦式人 那根本也沒有馬桶蓋 所以結論是 上公共廁所你知道 口罩戴好 還有齁 這個手有摸過你知道齁 出來洗手 還在洗手 所以戴口罩勤洗手 這還是一個重點 不過為了要減少這種感染的可能性 如果有使用做事馬桶的 請先蓋好馬桶蓋 再沖水 那如果是 如果是敦式人 那更要把口罩戴好 那不管怎麼樣 洗手還是很重要 不過也因為這樣你知道齁 我們也怕說這廁所真的會 會變成一個感染源你知道 所以目前公共廁所的 清消頻率齁 我們會改成兩小時一次 最重要是那種 每天的第一班齁 人流開始要聚集之前齁 會完成第一次清消 這大概是 我們針對那個公共廁所齁 可能的感染齁 會給他一些 再精進齁 所以就拜託大家齁 那個坐式馬桶齁 沖水之前先把馬桶蓋上去 所以保護自己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4要客訴 2020台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文藝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接 按讚 請查看 遠足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